第29回 托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界转山林 誓曰 妄想不负强灭 真如何必希求 本源自信佛前修 弥物起居前后 物即刹那成正 迷而万劫沉流 若能一念和真修 灭尽横沙罪垢 却说那八界沙僧 与怪斗金各三十回合 不分胜负 你倒怎么不分胜负 若论独手段 莫说两个和尚 就是二十个 也敌不过那妖精 只为唐僧命不该死 暗中有那护法神奇保的他 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 五方接地四只公巢 一十八位护教前兰 住着八界沙僧 且不言他三人战斗 却说那长老在洞里悲蹄 思量他那徒弟 眼中流泪 雾能啊 不知你在哪个村中 逢了善友 贪着斋工 雾静啊 你又不知在哪里寻他 可能得会 岂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难 几时得会你们拖了大难 早赴灵山 正当悲啼烦恼 忽见那洞里走出一个妇人来 扶着定魂庄叫道 那长老 你从何来 为何被他附在此处 长老文言 泪眼偷看 那妇人 约有三十年纪 女菩萨 不肖问了 我已是该死的 走进你家门来也 要吃 就吃了吧 又问怎定 那妇人道 我不是吃人的 我家 我家离此西夏 有三百余里 那里有座城 叫做宝相国 我是那国王的第三个公主 乳名叫做百花修 只因十三年前 八月十五日夜 玩乐中间 背着妖魔 一阵狂风射将来 与她做了十三年夫妻 在此生儿育女 杳无音信回朝 思量我那父母 不能相见 你从何来 被他拿住 哦 贫僧 乃是拆往西天取经者 不期贤部 物状在此 如今 要拿住我两个徒弟 一起争吃呢 那公主 陪笑道 长老宽心 你既是取经的 我救的你 那宝相国 是你西方去的大路 你与我 烧一封书而去 拜上我那父母 我就叫他 饶了你吧 三藏点头 女菩萨 若还旧的贫生命 愿作烧书寄信人 那公主急转后面 即修了一纸家书 封故亭荡 到庄前解放了唐僧 将书赋予 唐僧得解脱 捧书在手 女菩萨 多谢你活命之恩 贫僧这一去 过贵处 定送国王处 只恐日久年深 你父母不肯相认 奈何 切莫怪我贫僧 打了狂语啊 公主道 不妨 我父王无子 只生我三个姊妹 若见此书 必有相看之意 三藏紧紧秀了家书 谢了公主 就往外走 被公主扯住 前门里你出不去 那些大小妖精 都在门外摇旗 呐喊 肋骨筛罗 住着大王 与你徒弟厮杀呢 你往后门里去吧 若是大王拿住 还审问审问 只恐小妖儿捉了 不分好歹 携身儿伤了你的性命 等我去他面前 说个方便 若是大王放了你啊 带你徒弟讨个事下 寻着你一同好走 三藏文言 磕了头 锦衣吩咐 辞别公主 躲离后门之外 不敢自行 将身藏在荆棘丛中 却说公主娘娘 心声巧技 急往前来 出门外 分开了大小群腰 只听得 叮叮当当 兵刃乱响 原来是 八戒沙僧 与那怪 在半空里厮杀呢 这公主 历声高叫 黄袍狼 那妖王 听着公主叫唤 即丢了八戒沙僧 按落云头 揪了钢刀 掺着公主 混家 有甚话说 狼君啊 我才是睡在 挪威之中 梦魂中 忽见个金甲神人 嗯 哪个金甲神 上我们怎的 是我幼时 在宫里 对神 按许下一桩心愿 若得招个贤狼 驸马 上名山 拜仙府 摘僧布施 自从 配了你 夫妻们欢会 道今 不曾提起 那金甲神人 来讨 寺院 和我醒来 却是难科 一梦 因此 急整容 来狼君处 宿之 不期 那庄上 绑着一个僧人 万望 狼君 辞民 看我博弈 饶了那个和尚吧 只当于我 摘僧还愿 不知狼君 恳否 那怪道 混家 你却多心呢 什么打紧之事 我要吃人 哪里不捞几个吃吃 这个把和尚 到的哪里 放他去吧 郎君 放他从后门里去吧 哎 耐烦了 放他去便吧 又管他什么 后门前门了 他岁 抄了钢刀 高叫道 拿猪把剧 你过来 我不是怕你 不与你站 看着我 混家的份上 饶了你师父也 趁早去后门手 寻着他 往西方去吧 哼 若再来犯我境界 断胡不饶 那八戒与沙僧 闻得此言 就如鬼门关上 放回来的一般 急忙千马挑担 鼠窜而行 转过那波月洞 后门之外 叫声 师父 那长老 认得声音 就在那荆棘中 答应 沙僧 就抛开草径 掺着师父 慌忙的上马 这里 狠毒险遭 青面鬼 殷勤 幸有 百花修 熬于脱雀 金钩调 百尾摇头 竹浪游 八戒当头领路 沙僧 沙僧后遂 出了那松林 上了大路 你看他两个 奇奇糟糟糟 是埋埋怨怨 三藏指示解合 欲碗仙投诉 鲜明早看天 一城一城 长庭短庭 不觉得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 猛抬头 只见一座好城 就是宝象国 真好个除所也 云渺渺 路迢迢 地虽千里外 景物一般饶 锐爱 祥烟笼罩 清风明月 昭遥 绿绿足足的远山 大开图画 潺潺远远的流水 遂见穷遥 可耕的 连千代墨 足时的 密会心苗 余调的 几家三剑曲 巧彩的 一旦两封交 国的国 城的城 金汤巩固 家的家 户的户 只斗逍遥 九重的高阁如电雨 万丈的层台似锦标 也有那 太极殿 华盖殿 烧香殿 官文殿 宣政殿 阎鹰殿 一殿殿的 玉碧金街 百列的文官武变 也有那 大明宫 昭阳宫 常乐宫 华清宫 建章宫 魏央宫 义宫宫的 中古管月 撒抹了 归院春筹 大明宫 也有 大明宫的 露花云嫩脸 也有 玉沟的 风流 五仙妖 通渠上 也有个顶关树带的 圣夷戎 圣武马 幽辟中 也有个 持宫鞋使的 波云雾 灌双雕 花柳的巷 管弦的楼 春风不让 洛阳桥 取经的长老 回首大唐 肝胆裂 办事的徒弟 西间小义 梦浑霄 看不尽 宝像国的景致 师徒三众 收拾行李马匹 安歇管义中 唐僧步行至朝门外 对阁门大使道 有唐朝僧人 特来面驾 导唤文碟 岂为转奏转奏 那黄门奏士官 连忙走至白玉街前 奏道 万岁 唐朝有个高僧 欲求见驾 导唤文碟 那国王文之 是唐朝大国 且又说是个 方上圣僧 心中甚喜 及时准奏 叫宣他进来 把三藏宣至金街 五岛山湖礼壁 两边文武多官 无不叹道 上帮人物 礼乐雍容如此 那国王道 张老 你到我国中何事 三藏道 小僧是唐朝世子 乘我天子赤子 前往西方取经 园林有文碟 到陛下上国礼合捣唤 故此不时进退 惊动龙颜 哦 既有唐天子文碟 取上来看 三藏双手捧上去 展开 放在玉岸上 碟云 南善不周 大唐国奉天成运 唐天子碟行 切为赈以良德 四叙披肌 誓神至民 临身吕伯 朝夕试坠 前者 师就金河老龙 获遣于我皇皇后地 三魂七魄 数户殷私 以作无常之客 因有阳寿未决 敢明君放送回生 广尘善会 修建渡王道场 感蒙救苦观世音菩萨 今身出现 只是西方有佛有精 可渡幽王 超脱孤魂 特着法师玄奘 远离千山 寻求经济 躺到西邦诸国 不灭善缘 照谍放行 虚智谍者 大唐 贞贯一十三年 秋极日 御前文碟 尚有宝印九颗 国王见了 取本国御宝 用了花鸭 递与三藏 三藏谢了恩 收了文碟 又奏道 贫僧 一来 一来 捣唤文碟 二来 与陛下 既有家书 国王大喜 哦 有圣书 陛下第三位 公主娘娘 被五丸子山 拨月洞 黄袍 妖 射将去 贫僧 偶尔相遇 故 寄书 来也 国王文言 满眼 垂泪 自十三年前 不见了公主 两班文武官 也不知贬退了多少 宫内宫外 大小婢子 太监 也不知打死了多少 只说是走出皇宫 迷失路径 无助找寻 满城中百姓人家 也盘结了无数 更无下落 怎知道是妖怪射了去啊 今日乍听的这句话 故此伤情流泪 三藏秀中取出书来献上 国王接了 见有平安二字 一发手软拆不开书 传指 宣汉林院大学士上殿读书 学士随即上殿 殿前有文武多官 殿后有后妃宫女 据策尔听书 学士拆开朗诵 上写道 不孝女百花修 顿手百拜 大德父王万岁 龙凤殿前 即三公母后 昭阳公下 即举朝文武贤卿 台字 捉女 姓托昆公 感激徐劳万种 不能竭力一言 尽心奉效 乃于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 梁夜加尘 蒙父王恩旨 着各宫牌宴 赏玩乐华 共乐清宵盛会 正欢愉之间 不觉一阵相风 闪出个 晶晶蓝面 青发魔王 江女擒住 驾降光 直带至半野山中 无人处 难分难辨 被妖以强 霸占为妻 是已无奈 挨了一十三年 产下两个妖儿 尽是妖魔之种 论此 真是败坏人伦 有伤风化 不当传书殿辱 但恐女死之后 不显分明 正还愿私议父母 不欺唐朝圣僧 亦被魔王擒住 侍女低泪修书 大胆放脱 特托迹此片处 仪表寸心 服望父王垂敏 遣上将 早至丸子山 拨月洞 捉获黄袍怪 救女回朝 身为恩念 曹操欠功 面听不易 秘女摆花修 再顿手顿手 那学士 独霸家书 国王大哭 三公滴泪 文武伤情 前前后后 无不哀念 国王哭之许久 便问两般文武 哪个敢兴兵领将 与寡人捉获妖魔 救我百花公主啊 连问数声 更无一人敢答 真是 木雕城的武将 倪宿旧的文官呢 那国王心生烦恼 泪若永泉 只见那多官 其俯符奏道 陛下且休烦恼 公主已诗 至今一十三载无音 偶遇唐朝圣僧 祭书来此 未知递否 况臣等 据是凡人凡马 习学兵书武略 只可布阵安营 保国家 无亲灵之患 那妖精 乃云来乌趣之辈 不得与他敌面相见 何以征就 想东途取经者 乃上邦圣僧 这和尚 道高龙虎福 得众鬼神亲 必有降妖之术 自古道 来说是非者 就是是非人 可就请这长老降妖邪 救公主 输为万全之策 那国王文言 急回头便请三藏道 长老若有手段 放法力 捉了妖魔 救我孩儿回朝 也不须上西方拜佛 长发留头 朕与你结为兄弟 同坐龙庄 共享富贵 如何 三藏慌忙起上 哦 贫僧 初知念佛 其实不会降妖 哦 你既不会降妖 怎么敢上西天拜佛呀 那长老瞒不过 说出两个徒弟来了 奏道 陛下 贫僧一人 实难到此 贫僧有两个徒弟 善能 逢山开路 御水碟桥 保贫僧到此 国王怪道 你这和尚 大没礼 既有徒弟 怎么不与他 一同进来 见朕 若到朝中 虽无众议的赏赐 必有随份摘供 三藏道 哦 贫僧那徒弟 丑陋 不敢擅自入朝 但恐惊伤了 陛下的龙体 呵呵呵 你看你这和尚说话 终不然 朕当怕他 三藏道 不敢说 我那大徒弟姓朱 法名 悟能八戒 他生得 长嘴獠牙 刚踪善耳 身粗度大 行路生风 第二个徒弟姓沙 法名悟静和尚 他生得 身长障二 地阔三亭 脸如蓝殿 口似血盆 眼光闪烁 牙齿排钉 他都是这等个模样 所以不敢擅领入朝 国王道 啊 你既这等样说了一遍 寡人怕他怎的 宣进来 随即 着金牌至管义 相请 那呆子听见来请 对沙僧道 兄弟 你还不叫下书呢 这才见了下书的好处 想是师父下了书 国王道 啊 少数人不可待慢 一定啊 整治炎炎待他 他的时长不济 有你我之心 举出名来 故此着金牌来请 大家吃一顿 明日好行 沙僧道 哥呀 知道是什么缘故 我们且去了 遂将行力马匹 拒交付一城 各带随身兵器 随金牌入朝 早行到白玉街前 左右立下 朝上唱个惹 再也不动 那文武多官 无人不怕 都说道 这两个和尚 冒仇也罢 只是粗俗太甚 怎么见我王更不下半 惹必平身 挺然而立 可怪可怪 八戒听见到 列位 莫要议论 我们是这般 乍看国有些丑 只是看一下些时来 这也乃看 那国王 见他丑陋 已是心惊啊 其听的那呆子 说出话来 是越发胆颤 就坐不稳 跌下龙床 幸有近市官员 扶起 慌得个唐僧 跪在殿前 不住的叩头 陛下 贫僧该万死 万死 我说徒弟丑陋 不敢朝见 恐伤龙体 果然惊了架也 那国王 战兢兢走进前 掺起道 长老 还亏你先说过了 若未说 猛然践踏 寡人 一定下杀了 国王定性多时便问 猪长老 沙长老 是哪一位 善于降妖啊 那呆子不知好歹 答道 老猪会降 怎么加降 我乃 天鹏元帅 只因罪犯偏条 堕落下室 姓金归正为僧 自从东土来此 第一会降妖的 是我 哦 即使天降临凡 必然善能变化 啊 不敢不敢 也就将就小的几个变化 那 你试变一个我看看 哦 那 请出题目 照一样子 好变 哦 那 变一个大的吧 那八戒 他也有三十六般变化 就在街前卖弄手段 却变 拈绝念咒 贺一声叫掌 把腰一攻 就掌了有八九丈长 却是个开路神一般 下着那两般文武战战兢兢 异国君臣呆呆正正 是有镇殿将军问道 长老 死这等变得身高 必定长到什么去处才有止急 呆子又说出呆话来 看风 东风有可 西风也将就 而若是南风起啊 把个青天也拱个大窟窿 那国王大惊 收了神通吧 小的是这般变化了 八戒把身一挫 依然陷了本相 势力皆前 国王又问 那长老此去 有何兵器与他交战 八戒腰里撤出爬来 老猪使的是 钉爬 国王笑道 可败坏门面 我这里有的是边剪刮锤 刀枪月斧 剑挤毛帘 随你选趁手的拿一剑去 那爬算作什么兵器 而陛下不知 我这爬虽然粗笨 实是自幼随身之气 曾在天河水府为帅 狭押八万水兵 全杖此爬之力啊 那金林凡事 保护无师 逢山驻破 虎狼窝 御水掀翻 龙甚穴 皆是此爬 国王闻得此言 十分欢喜心性 急命酒瓶妃子 将朕亲用的玉酒 整瓶起来 全与长老送行 遂满针一绝 奉与八戒 长老 这杯酒 辽饮奉劳之意 待卓德妖魔救回小女 自有大宴相仇 千金中谢 那呆子皆碑在手 人物 人物虽是粗辱 行事倒有斯文 对三藏唱个大惹 师父 这酒 本该从你引起 但君王赐我 不敢违背 让老猪先吃了 注入兴头 好捉妖怪 那呆子 一饮而干 才酌一绝 递于师父 三藏道 我不饮酒 你兄弟们吃吧 沙僧进前接了 八戒就足下声云 直上空里 国王见了道 哎呀 朱长老又会腾云呢 呆子去了 沙僧将酒 亦一饮而干 师父 那黄袍怪 拿住你时 我两个与他交战 只占个手瓶 今二哥独去 恐占不过他呀 三藏道 正是 徒弟呀 你可去与他帮帮工 沙僧人言 也纵云跳江起去 那国王慌了 扯住唐僧 长老 你且陪寡人坐坐 也莫腾云去了 唐僧道 可怜可怜 我半步而也去不得 此时 二人在殿上续话不提 却说那沙僧 赶上八戒 哥哥 我来了 兄弟 你怎么来的 师父叫我来帮帮工的 八戒大喜 说的是 来得好 我两个 努力齐心 去抓到怪物 虽不准的 也在此国 扬扬性命 你看他 爱戴祥光 辞国界 阴阴锐气 出京城 领王旨意来山洞 努力齐心 捉怪灵 他两个不多时 到了洞口 暗落云头 八戒 撤爬 往那拨月洞的门上 尽力一注 把他那石门 住了抖来大小的个窟窿 吓得那把门的小妖开门 看见是他两个 急跑军去报道 大王不好了 那长嘴大耳朵和尚 与那晦气脸的和尚 又来把门都打破了 那怪惊到 这个还是猪八戒杀和尚二人 我饶了他师父 怎么又敢附来打我的门 想是忘了什么物件来取的 老怪多的一声 胡斩 忘了物件 就敢打上门来 必有缘故 鸡整树的披挂 抄了钢刀 走出来问道 那和尚 我竟饶了你师父 你怎么又敢来打上我们 你这破怪可干的好事 什么事 你把宝箱国三公主 骗来动来 以强霸占为息 住了一十三载 你也该还他了 我奉国王旨意 特来勤你 你快快进去 自家把绳子绑复出来 还免得老猪动手 那老怪文言十分发怒 你看他 胳膊膊摇响钢牙 丢溢溢睁援还眼 熊啾啾举起刀来 赤铃铃拦头便砍 八戒侧身躲过 使丁爬披面迎来 随后又有沙僧举宝杖赶上前 骑打 这一场在山头上赌斗 比前不同 真个是 言差语错 招人脑 异毒情伤怒气声 这魔王大钢刀 竹头便砍 那八戒九尺爬 对面来迎 沙悟镜丢开宝杖 那魔王抵驾神兵 一猛怪 二神僧来来往往甚消停 这个说 你骗国里该死罪 那个说 你罗闲事报不平 这个说 你抢婚公主伤国体 那个说 不敢拟失莫贤正 算来只为烧书雇 致使僧魔两不明 他们在那山坡前 战经八九个回合 八戒 渐渐不计将来 兵爬难举 气力不佳 你倒如何这等战踏不过 当时 出乡战斗 有那护法诸神 为唐僧在洞 按住八戒沙僧 顾谨得个手平 此时诸神都在宝像国 护定唐僧 所以二人难敌 那呆子道 沙僧 你且上前来 与他斗着 让老猪出宫来 他就顾不得沙僧 一溜往那薅草碧螺 荆棘葛藤里 不分好歹 一顿钻尽 哪管刮破头皮 瘦伤嘴脸 一咕噜睡倒 再也不敢出来 但留半边耳朵 听着帮声 那怪见八戒走了 就奔沙僧 沙僧措手不及 被怪一把抓住 捉进洞去 小妖将沙僧 四马存蹄捆住 毕竟不知 端的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